有人問偶益大師關於這段經文 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開始念佛 但是我們是等到臨終 壽命到的時候 才往生極樂世界的 那一般可能是幾年以後 甚至年輕人 中年人 是幾十年以後的事情 那怎麼佛說 經發願 經得生呢? 應該是說 今天願意念佛 未來才可以往生淨土才對呀 是經發願 當得往生才對嘛 怎麼會是經發願 經得生呢? 就是說 佛是不是講錯了? 那大師說 佛的話其實一點都沒有錯 就是說 你現在就往生 但是不要錯解 不是說 現在念佛 你現在就斷氣 而是說 我們現在念佛開始 現在就已經得到得生淨土的資格 從現在念佛開始 我們其實就是屬於阿彌陀佛的人了 就是決定能夠得生淨土 偶益大師有說出一個比喻 那用現代人的話來講 這就好像我們講的敲敲板一樣 各位 有看過小孩子玩個敲敲板嗎? 如果現在是一個人坐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是不是馬上就上來了? 還是說 一邊坐下去 然後另外一邊是等上天才上來的?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這個敲敲板 我們講不是鬧鬼了嗎? 當然 是一邊下去 那另外一邊是立刻馬上就上來了 這就好像我們講的敲鼓一樣 你這個鼓一敲下去 它馬上就想了 不用等的 這是講到 念佛的感應其實是同時候的 當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 其實阿彌陀佛當下就給我們感應了 就讓我們當下就得到得生淨土的資格 不是說 要等到幾十年以後 臨終才來決定的 而是現在念佛開始 就已經決定 所以大師說 不是說 要等到我們臨終舍報的時候 我們才算是往生極樂世界 因為 從我們現在開始念佛 阿彌陀佛那裡 其實就有一朵金閃閃的蓮花在閃閃發光了 這樣就證明說 我們現在就是屬於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人 我們不再是屬於娑婆世界的了 我們不再屬於這個地球 不再屬於閻羅王 而是屬於阿彌陀佛的人了 有一個案例是近期發生在我們念佛會的 那時候有一位叫林居士的人 她有一位七歲的小女兒 那我們的師父 慧晉法師 就鼓勵她說 勸這個小女兒來念佛 因為小孩子念佛 往往他們可以到極樂世界去玩一玩的 我們有出了一本書 叫做《小孩有極樂》 就是專門收集這些小孩子念佛到淨土的真實故事 這些都是現代發生在身邊的小故事 那大家要看的話 都可以到我們的網站去請 那領居士當時聽到的時候 也是很稀奇的 因為從來都沒有想過讓這個小孩子這樣子念佛 所以林居士 她回去的時候 就跟那個七歲的女兒說 妳想要阿彌陀佛帶妳去玩嗎? 女兒聽到就很單純的說 哎呀 我當然想要啊 就問說 那什麼時候阿彌陀佛會來呢? 那林居士 林媽媽就講 妳今天晚上睡覺前 妳念南無阿彌陀佛 妳念到睡著 那阿彌陀佛就來了 那小孩子聽到 當然就很興奮 馬上就說 那我現在要趕快衝量睡覺了 所以有時候 小孩子有很多這樣子的念佛感應 就是因為這樣的單純 哪裡像一般的大人呢? 這一般的大人 有時候講到口水都乾了 還有人問 師父啊 妳講的是真的嗎?真的嗎? 還有人擔心看到阿彌陀佛來了 會想到說 阿彌陀佛來了 那我不就是要死了嗎? 這樣就不如小孩子的天真了 想到說 阿彌陀佛睡覺的時候來 就要趕快睡覺 所以各位 妳們今天回去也是可以試試看的 看看阿彌陀佛晚上會不會來找妳 或者是說 如果妳們家裡有小孩子 還是小孫子的 都可以試試看 不過跟這個小孩子講的時候 要很真誠的 不是開玩笑的 講完 還要念佛睡著才行 最後沒有想到 隔天 這7歲的女兒 真的來告訴媽媽說 媽媽 昨天我念佛睡著以後 阿彌陀佛真的帶我去極樂世界去玩啊? 鄰居是這個靈媽媽聽到的 當然很驚訝 就問她說 是真的嗎? 小孩子講得很認真 就說 是真的! 所以就開始問小孩子一些問題來考證一下 這小女兒就說 阿彌陀佛是從家裡的窗口飄進來 帶她去的 而且她說 阿彌陀佛在的地方 地上都是亮晶晶的 另外 當時這個小女兒其實還小嘛 她都不知道說 阿彌陀佛的淨土有什麼八宮得水的 所以她就說 看到阿彌陀佛那裡有游泳池 她把這個八宮得水當作游泳池一樣 而且她還說 游泳池上面還有蓮花的游泳圈 問清楚 什麼叫做蓮花的游泳圈呢? 很難想像 這個淨土有游泳圈的嘛 結果 疑問才知道 不是什麼游泳圈 是阿彌陀佛的蓮花座才對 這蓮花座在八宮得水上面 所以這小孩子看到 就很像這個游泳池裡面的游泳圈 就是很有趣就對了 那小女兒這時候就開始講到 極樂世界裡面的蓮花是有名字的 只是 她感到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 她看到外婆的名字竟然是四個字的 《靈流金珠》的 她說 外婆的名字明明是《流金珠》三個字 怎麼會現在變成四個字的呢? 變成《靈流金珠》的 她以為說 阿彌陀佛是搞錯了 那後來才知道 並不是阿彌陀佛搞錯了 因為這是以前有些女眾結婚過後 會把自己丈夫家族的姓給加上去的 所以 自然就是有四個字的名 一個就是夫家的姓 一個是自己的姓 所以 就是有兩個姓 名字當然就四個字了 但是一般 這外婆對外也是沒有這麼用的 那這小孫子 小女孩當然就不知道 但是 各位 我們看 雖然人不知道 但是 阿彌陀佛是知道一清二楚的 凡是念佛 阿彌陀佛就知道了 蓮花上面就會出現這個圓明 所以 我們人其實知不知道都無所謂的 阿彌陀佛知道就好 阿彌陀佛是不會救錯人的 因為像有些人還擔心說 哎呀 沒有寫牌位 或者是說 牌位寫錯名字的時候 擔心這樣子念佛沒有用 我聽到的時候就說 這人會搞錯 但是 阿彌陀佛不會搞錯的 如果 阿彌陀佛還搞錯的話 那還叫做阿彌陀佛嗎?是不是? 阿彌陀佛難道沒有神通嗎? 阿彌陀佛難道不知道我們的心願 不知道我們的身份嗎? 阿彌陀佛當然也是知道的 所以 我們念佛一切交給阿彌陀佛就好 就像這個小孩子看到一樣 她不懂自己的外婆原來的名字 但是 阿彌陀佛可是知道的 一清二楚的 因為外婆就是一個念佛人 自然淨土就有她的蓮花 但是 各位 這位外婆其實當時她還在的 她還沒有往生 還在道場共修的 但是 極樂世界就有一朵寫著她名字的蓮花了 阿彌陀佛就讓這個小孫子到淨土看到的 後來 這小女孩還看到有很多人的蓮花 除了外婆的名 媽媽的名 還有其他法師連有的名都有 過後 她陸陸續續講了一些她在淨土看到的事情 就聽起來很發喜 小女兒自己也很高興 就繼續每天念佛 但是 也就是只有那一次的經驗而已 過了一陣子 鄰居士就帶著這位小女兒來見師父 目的就是討論道場法務的事情 那師父看到這個小女兒就問啊 她聽媽媽說 你有去極樂世界去玩啊? 小女兒就說 有啊 但是 過了有一些日子 我有點忘了 那師父還說 是菩薩帶你去的啊 小女兒就講了 不是菩薩 是阿彌陀佛帶我去的啊 那小孩子就是這樣子單純 這個是我們念佛會的小孩子 最近經歷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古大德 法造大師就說 現在念佛 極樂世界現在就有我們的蓮花 我們已經是往生決定的了 我們已經是阿彌陀佛的國人了 就好像我們講的身份證一樣 已經註冊是阿彌陀佛的 我們不再是地球人 不再是娑婆世界的人 我們的身份 現在就蓋上阿彌陀佛的國人了 爸爸是阿彌陀佛 那哥哥皆皆就是官世音 大師制 所有廉恥海匯的大菩薩 這樣我們講 誰都拿我們沒有辦法的啊 閻羅王看到我們念佛人 還要退後三分啊 就想到說 哎喲 這個是阿彌陀佛的人啊 不能亂動的 不只不能亂動 而且還要互持的 因為我們念佛人 就是阿彌陀佛的人啊 但是有些人聽了 可能就懷疑 真的是這樣子嗎? 念佛人 現在看起來還是煩煩惱惱的 他就是阿彌陀佛國極樂世界的人嗎? 是啊 各位 凡夫這樣念佛 就是屬於阿彌陀佛極樂世界的人啊 就好像說 各位 你們現在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人啊? 這裡通常都是馬來西亞的人嘛 那我們現在去美國旅行的話 請問你們會不會變成美國人呢? 還是不會的嘛? 馬來西亞人去了美國 還是屬於馬來西亞的人 那新加坡人去了美國 還是屬於新加坡的人 哪有人去了美國 全部都變成了美國人啊? 如果是馬來西亞的人 那不管是去美國 非洲 俄羅斯 他始終還是屬於馬來西亞的人 所以佛說 我們現在念佛 現在就往生 經發願 經得生 偶義大師就說 何事娑婆報盡 方譽真實 子經信願慈名 蓮額光榮 經胎隱憲 便非說婆戒內人矣 就是說 不用等到臨終 現在就已經是屬於阿彌陀佛的人了 那山導大師也說 言阿彌者即是歸命 以時發願回向之意 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 以示意故 必得往生 就是說 只要念佛 就決定能夠得度 現在念佛 現在就決定往生 這個決定往生是說明說 我們念佛人現在身份變了 我們現在念佛 雖然說還沒有臨終 但是已經被阿彌陀佛認證為極樂世界的人了 就像剛才所講的 如果說是馬來西亞人 不管到哪裡 還是屬於馬來西亞的人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 那到哪一國 還是新加坡人 那相同的 我們念佛的人 不管我們現在在哪裡 現在就算還在說婆世界也好 我們也都是阿彌陀佛的人了 畢竟 我們身份已經轉過去了 我們已經變成了阿彌陀佛極樂國人了 祂 何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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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